欢迎来到点亮人生 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你是否会经常在梦中遇到同一个人 亦或者梦到自己突然从高空坠落 而这些不同的梦境背后 到底都有哪些含义 接下来的这五种梦 你都遇见过几种 第一 生理梦 这种梦一般是提示我们的生理需求 以及此刻的状态 比如梦见想上厕所 就表示当前你有妙意 如果在梦里找到厕所并解决的话 就说明你很有可能已经尿床了 第二 重播梦 是指同一场景和同一人物下 相同的梦境一再重复 其实这是大脑在试图传达给我们 在现实世界中所忽略掉的重要信息 第三 梦到自己从高空坠落 心理学家认为 这种梦代表着失控的恐惧 是指你在现实生活中 出现了一些突如其来 且无法应对的变故 而从生理学的角度讲 当人在陷入沉睡后 全身的神经系统会逐渐平静 血压和心率都会降低 此时的大脑就会将这些变化 认为是危险的信号 并通过坠落等此类的噩梦将你唤醒 第四 清醒梦 是指在做梦的过程中 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 并能像盗梦空间中那样 可以凭借想象力随意构建梦中的场景 体验到各种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这种梦一般发生在 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身上 这也是大脑的神奇之处 第五 叙事梦 当你从睡梦中醒来后 可以清楚地回忆梦中的细节 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 比如梦到已经过世的亲人等等 其实这是大脑在选择告别某段回忆 或者解开心中的结 同时 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的 希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曾解释到 梦境其实就是一个人 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 是向自己学习的过程 也是另一个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 让我们通过揭示对梦的象征性语言 就能够洞察我们自己潜意识里的最深处 并可以理解有意识和无意识体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那么以上的这五种梦境 你都有经历过吗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 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